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酿酒工程专业的一些情况 今天的话我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酿酒学科以及酿酒工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二个的话把酿酒工程专业的一些学科的一些设置内涵跟大家做个介绍 那么最后把酿酒学科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和发展的趋势跟大家做个介绍 那么首先大家知道在我们的食品工业的大千世界里面的话 有一类非常独特而重要的一类产品就是酒类 那么它所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酿酒的工业 那么在高等学校里面的话 它对应的人才的培养就是酿酒的酿酒工程 那么为什么说它比较独特和特别 我们知道在食品的加工里面从加工的原理来说 大体上分成这么几种 通过化学的手段 物理的手段 还有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生物的手段 那么这一类酒类的话 它的加工主要是通过我们微生物的发酵 通过我们的细菌 酶菌 酵母 通过它们所分闭的酶对食品的原料进行加工 因此的话和物理的手段和化学的手段所不同的在于 它可以产生出一些生物活性的一些变化和一些新的一些成分 所以这一类的产品的话 其实除了酒还包括我们的很多的醋 酱油 腐乳 豆湿 包括欧洲的奶酪等等 这个都属于这一块 那么酿酒的这个行业的话 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食品工业中间的话 应该来讲占的比例大约是在11%左右 那么在整个的我们讲的通过生物加工的这些食品中间的话 其中比例最高的就是我们的酒类 那么这个酒类的话要占到 就是我们讲的整个食品工业的5%到8% 根据年份的不同 那么总的它也只占到 就是说我们讲所有的发酵食品在里面 它只占到11%左右 那么这样大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行业的话 那么它所体现的这种特殊和重要性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这个酿酒的行业的话 不仅是食品工业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的话 它的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中国酿酒工业产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在2011年的时候像中国的酿酒工业 那么在7103万千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它在这个量上面也是非常大的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在2001年的时候 整个工业的产值的话 大概是6000多个亿 6000多个亿 并且的话在传统产业中间 还以每年的话两位数的增长的话 一直在增加 这说明我们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的经济体以后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那么对这个行业的这种需求也是在增加 那么从这张图的话 还可以读到一些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是啤酒 在几个酒种的结构中间的话 啤酒的产量是最大 那么其次的话是中国的白酒 或者是葡萄酒和黄酒 相对的比例比较低一些 但是从它的工业的产值来看 占65%的是白酒 占26%的是啤酒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两个 应该来讲是一个在量上 一个在工业的产值上来讲 最大的两个品种 那么其实从世界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看到 2001年的话 这个世界上的话 总共生产的这个酒的话 大概是在2.3万亿吨 2.3万亿千升 那么这个比例中间 大家也可以看到 也是啤酒的量是最大 那么其次的话是蒸馏酒 蒸馏酒就包括中国的蒸馏酒 和世界的所有的蒸馏酒 所以世界上的情况 也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结构的比例 那么从产值的情况来看 2011年的话 全球的整个的酒类饮料的产值的话 是5480亿美金 大概要合3.3万亿人民币 那么在这个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 也几乎接近一半 就是这个绿色这一部分 那么它是蒸馏酒 红色的话是啤酒 那么蓝色的是葡萄酒 所以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比例 所以跟我们国家的结构所不同的 就是在世界上的话 葡萄酒的比例更大一些 啤酒的比例相对缩小一些 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酿酒工业 它的第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它在整个经济的总量中间 它有举足轻重的体位 尤其在食品工业中间 那么酿酒工业的话 又非常的重要的话 和特殊的话 从另外一点 它和一般的食品还有所不同 那么它的不同的话 不仅体现在 它和我们的人类 已经相伴了几千年 而且的话 这个酒的话 它是有这么几个 就是在精神层面 或者精神需求 在文化活动中 体现着更重要的一种作用 在食品工业中间 这其中就包括它的传统性 我们的很多酒 都是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 像中国的很多酒的话 都进入了中国的 非物质文化的一些遗产 那么同时的话 它还有很强的民族性 就是酒文化是 民族文化中间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成为了国家的名片 大家比较熟悉 讲到德国会想到啤酒 或者喝到啤酒会想到德国 那么包括法国的葡萄酒 讲到中国的话 可能会想到中国的白酒 中国的黄酒 所以这些的话 都是它的一种民族性 同时的话 随着时代的发展 随着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这种 追求的这种多样性 在新的时代下 满足精神和文化 以及物质的这样的 整体的一个需求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产品 嗜好的产品 那么就是我们的酒类 所以我们讲的话 酒的话 在丰富的人类生活 和文化生活上面的话 也起到它的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 可能这一点的话 可能大家还了解的 不是非常多的 那么就是什么 酿酒的过程 其实是人类最早掌握的 生物技术的生产过程 所以酒类 也是我们人类 最早掌握的 生物技术的产品之一 为什么这么去说 大家知道 酿酒发酵 它是通过发酵 发酵这个词 它的来源的话 它的词根的来源 就是拉丁语的 Favorite 拉丁语的 Favorite的意思就是发泡 所以这个就从表观上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酒的话 在发酵的时候 其实它是在发泡 那么这种发泡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酒 最早的这种发泡的过程 那么讲到酒的话 它的科技的话 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到的话 一位很著名的法国人 这个法国人的话 叫路易巴斯德 大家可能中学都会了解到 那么路易巴斯德的话 它是我们微生物学上 具有重要里程碑式的人物 在前面发明了显微镜之后 看到微生物之后 应该来讲 它是一个具有里程碑 意义和价值的这么个人物 那么首先是它通过巴斯瓶 证明了酒精的发酵 是由活的酵母引起的 并且开创了这个纯粹培养 就是我们讲的纯培养的技术 同时的话 它的这些发现在法国的葡萄酒的 包括对一些酸败 葡萄酒酸败以后的原因的寻找上面 对葡萄酒的产业也都起到了 很好的这样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我们的微生物学 也是从认识我们酒的生产过程的微生物开始的 当然现在的微生物学已经非常丰富的内容 但是从人们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 它的从历史上来看 在微生物学中间通过对酒的生产的认识 酒的发酵过程的认识来体现出来的 那么它的这种科学性的话 我觉得还另外还可以体现在 到目前为止 大家知道我们新的世纪 是生物技术的这样的发展非常快的一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中间 我们说的是工业生物技术 那么工业生物技术 如果从源头去找 那么它的产业最早也是酒类 最早也是酒类 当然现在有很多新兴的产业 但是它最早是酒类 并且这个酒类的产业的话 前面我们提到 它占了食品业的很大的比例 同样在中国的话 它占到发酵工业也要40%的产值 所以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这是工业生物技术的一个基本过程 那么它基本和我们的酿造的基本原理的话 基本都对应 它就是通过我们一些可再生的 这样的一些农产品 包括我们的水果 包括我们的粮谷 那么通过微生物细胞 细胞的工厂和煤分子的这样的机器 去完成这样一个生物的制造的过程 最后形成的话 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产品 那么关于这个酿酒的科学性的话 去年我曾经拍过一个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 就是八九问科技 大家可以在那个里面可以得到更多的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讲到酒的科技的话 不得不提到的话 我们中国人对酿酒的发明 中国人对酿酒的发明的话 这里有一句话 这是国际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对中国的发明 他说中国发明了酒区的酿酒 它的影响的话 就是堪比中国的四大发明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的话 其实是我们的酿酒的 尤其是酒区的发明 是我们的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那么为什么 这是因为的话 中国人的对酒区的发明 它形成了东方的一个酿造中间 糖化发酵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大家知道后面我们会提到 把谷物变成酒的过程中间 它首先要把它变成糖 在变成糖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西方的酿造方式是通过谷物自身的发芽 产生的酶 降解了我们的这些淀粉 这些谷物的大分子 然后的话 把这些糖的话 再转化为酒精 而中国人的话 它发明的是通过我们讲的这个曲 这个曲 它其实就是一个外来的微生物 我们现在具体的来说 基本上就是一些酶菌 那么这些酶菌长在谷物上面以后 它的生长的需要的话 它会分解碳水化合物 分解淀粉 分解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些酶 那么通过这些酶的降解以后的话 为我们的这个后面的酵母的发酵来提供这个糖 和其他的一些基本的营养的这个元素 所以的话 这是两种不同的酿造的这种方式 所以就形成了东方酿造方式和西方的酿造方式 所以在我们整个东方不仅是中国 而且包括像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所以他们的话 所有的许多的这些酿造的食品中间都是用的是曲 所以的话 在我们东方又称为曲为酒之魂 这就说明曲在酒的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 接下来的话 关于酒的话 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定义 就是我们什么叫酒 首先含有酒精 主要是含有酒精的这样的一些饮料 那么含有酒精的话 含有多少酒精算是酒 这要有一个范围 所以在国际上 包括我们的国标 基本规定的话 就是你要成为酒的话 那么它的酒精度要在体积百分数的话 0.5%以上 再低的话 它就不能叫酒了 我们或者称之为是无存啤酒 无存了 它就已经无存了 所以的话 对酒的话 基本上是低线是在这么一个低线 那么高线的话 像我们的蒸馏酒 它就可以比较高一些 葡萄酒 包括黄酒等等 它们就大概十几度 那么在有白酒的话 它就度数高一些 其实这个酒字 我们从它的汉字来看 我们大家知道 这些三点水加个有字边 这个有字的来源 本身它就是一个陶罐 就是这么一个陶罐的来源 这个有字 那么左边有个三点水 这个三点水 从意义上来说 它也有它的科学意义 为什么 酿酒都是要用水 水和酒之间的关系的话 非常的密切 所以这个酒的话 我们的祖先的话 这个象形文字 就写出了这么一个酒字 所以就是 左边是三点水 右边是个酒 其实是个陶罐 那么国际上的话 基本上就把它称之为石 要么给它一个独特的名字 啤酒 葡萄酒 要么就是通称为 酒精性饮料 所以这个酒的话 基本上它的定义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酒的话 根据它的酿造方式 和它的特征 也分成很多类 但是综合来说的话 就是分成三类 一类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发酵酒 就是酿造酒 就是通过发酵 我们的这些穀物 或者是水果 然后所产生的 这里面包括的话 像各种各样的葡萄酒 果酒 包括我们的啤酒 黄酒 日本的青酒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酿造酒 这些酿造酒的话 就是通过对它发酵以后的话 完成以后 那么就直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酒 当然有些后续的处理 那么第二大类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蒸馏酒 所谓的蒸馏酒 它就是在我们酿造酒的基础之上 那么它通过什么 通过一个蒸馏器的话 蒸馏就是把酒精给它浓缩 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 包括发酵出来的 其他的一些风味的成分 也进行了这种选择性的浓缩 然后成为了这样的一种蒸馏的产品 所以这些的话 包括我们讲的 国际上也比较著名的 像白兰地威士忌 像中国的白酒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蒸馏酒 第三类的话 就是配置酒 这个配置酒 它就是通过蒸馏酒 或者是酿造酒 以及其他的一些植物 甚至是饮料 把它混合在一起以后的话 所形成的酒 各种各样的这种酒 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些药酒 补酒 现在国家的话 统一叫做鹿酒 像猪叶青等等 包括一些开胃的这些葡萄酒里面放上一些植物的像这种味美丝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配置酒 所以所有的酒一归类的话 基本就归在这三类 那么关于酒的发展 这个酒的发展 我前面讲到了和人类伴随了几千年 那么如果是从这张图去看的话 从这些文字可以去看到的话 其实古今中外 它和人类伴随的时间的话都是非常长的 当然首先是有酿造的酒 所以的话包括古埃及人熟悉的酒 包括我们龙山文化出现的这些酒 以及的话包括像希腊人 罗马人的酿造的葡萄酒等等 那么一直到汉代之后 出现了炼丹术以后 才慢慢的开始有蒸馏酒 有了炼丹 结果后面有了蒸馏 有了蒸馏 才有了蒸馏酒 所以基本上的时间是分成这么两大段 所以人们发现了酒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就是大家经常争论一个问题 是发明了酒还是发现了酒 从客观的过程来看的话 应该是我们发现了酒 当然发现了酒以后 又后面有了知识以后 不断地提升它 改进它的生产过程 这个其实中间有许多的发明 这是我们想把这个酒的大体的一个基本 轮廓的话 给大家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 第二部分的话 就想把酿酒工程专业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和它的学科的设置的话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么酿酒工程专业的话 它的一个知识的构成的话 应该来讲 它主要是三大块知识 我们讲 一块是化学 一块是生物学 一块是工程学 这个边上有一张图 其实它的三个部分的交叉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酿酒的工程 那么它这个三块的话 以这三个化学 生物学和工程学作为基础 那么通过我们一些食品科学的加工的理论 包括生物技术的一些加工的一些理论 来生产出包括像啤酒 葡萄酒 蒸馏酒 黄酒 白酒 以及其他一些现代酒类 那么所涉及到的一些内容的话 就是包括这些酒类的酿造的一些原料 微生物 酿造的工艺 技术 产品的品质 安全 以及的话它的工程化 包括它的酒的感官的品尝 欣赏等等 这样的一些科学理论和应用的技术 所以它还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 它是和理工 农都有这样一些交叉的学科 所以在国内外酿酒工程所分设的院系 可能还会有所不同 像我们是按照农业化学这样的一套系统下来的话 像中国的话也是有的把酿酒放在农业 就包括我们一些农业院校中间 放在食品专业里面 也有的像我们是放在生物工程里面 我们主要是通过它制造的方式来放 所以很多的农业院校 现在也都开设酿酒的这样一些专业 所以它基本设计的就是发酵工程 食品科学工程 农业科学等相关的一些专业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它的一个酿酒工程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内涵 那么从酿酒工程的话 专业的课程的设置 基本上是按照这么三大块 它的化学 生物学和工程学 所以在课程的设置中间的话 大家会学习到的 前面的话就是说会涉及到的 因为它这个化学和生物学其实也是化学的基础 所以化学的课程的体系是比较多的 同时它又需要工程学 需要工程学就需要高等数学和物理 所以它的基础课中间主要是有高等数学物理 包括的话几大化学 这个基础的化学组成的 那么在专业的基础这一块的话 着重应该是什么呢 它在生物学中间主要是微生物学 同样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生物化学 包括蛋白质量 酶工程 以及分子生物学 那么同时在工程学和化学的这种交叉里面的话 还包括我们需要的一些工程的一些基础知识 包括我们的纸图 分析 包括我们的化工原理等等 这些都是在工程学所需要的一些专业的课程 那么第三大块就应该是它的一些专业课程 专业的课程的话就是包括发酵工程 包括的话我们各种酿酒的这种工程 以及包括我们在化学中间 对于这个产品来讲非常重要的 像这个风味的化学 风味的化学 因为它本身是个食品 所以它的风味的要求 以及相关的加工过程中的一些生物技术等等 那么最后第四大块应该来讲 就是它的一些实践性环节 实践性环节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这些课程本身的一些实验 像微生物学 生物化学的 当然化学肯定也是有实验的 这些以外的话 我们在设置过程中间的话 设置了一个专业综合的实验 这个专业综合的实验的话 就是大家把所学到的化学 生物学以及工程学的所有知识 集中起来以后 在我们的一个中式的工厂中间 来完成 通过这个产品做载体 来完成的话 整个量造过程的所有所涉及到的学习的知识 通过实践的话去加以证明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还包括的话 大家要进入今后的这种产业的话 它的一些生产实习 它的一些毕业论文 包括现在提倡的卓业工程师的计划等等 所以它的基本的专业的课程的话 就是分成这么四大块 那么在人才的培养上面 人才的培养和目标 和基本的要求的话 大概我觉得是这么两个方面 一个在人才培养方面 由于中国是一个酿造 就是我们酒的酿造和消费都是大国 因为中国我们的人口比较多 所以它也是个消费大国 那么从现在所酿造的酒的量来说的话 应该来讲也是一个在全球是最大的国家 像我们的啤酒的连续十一年 全球第一 那么目前的话 通过国家统计局十一五的话 这个行业规模以上的企业的话 大概三千家左右 就是我们所有这个行业里面 那么这个三千家的话 就业的话是七十五万人 所以为什么叫规模以上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一个统计的一个门槛 过去是五百万元产值以上 它才统计 那么现在因为经济发展非常快 所以的话 现在的话是在两千万元以上的 就是每年的产出有两千万元以上 它才被统计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 就大大的减少了 那么根据行业协会的统计 我们知道 我们很多酒的行业的话 酒的这个企业的话 它还是很小的 这个不到两千万元 如果是加上它整个行业统计起来 估计是大概在两万家左右 那么从业人员要有三百五十多万 其中包括技术人员 有五十到六十万左右 所以每年还是有非常多的 包括这种高级的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那么我们加拿大学所培养的 包括我们高能学校培养的 我们的定位 就是对这些高级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所以这是一个人才的整体的需求 其实这个人才的需求中间的话 我前面谈到的都是我们中国的 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话 是国际上的 那么由于国际的大的这些酿造企业进入中国 那么它对这些人才的培养 很多也是在我们国内培养的 所以人才的需求 由于酿酒在整个工业的体系中间 它是一个特种行业 所以它除了有一般的 我们讲的这个知识以外 它需要有一些职业资质的专业性人才 所以的话 除了具有我们一般性的这些知识以外 那么对酿酒这些特殊的职业要求的一些资质的话 它还分成很多的 包括有品酒师 有酿酒师 它有很多的职业训练的系列 共同和我们高级人才的培养的话 成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整体 那么在人才培养过程里边的话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一些专业的培养目标 和基本的专业要求里边的话 还有就是在高等学校里边培养的话 我们还是着眼于这个行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培养的话 具有全面发展能力 并且的话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基础扎实 这个知识面宽 能力强的 素质高的 并且能够在相关的科研单位 包括我们的产业 以及的话 高等院校 从事我们酒类相关的生产 研究 以及规划 包括管理等这样的高级的工程技术 和管理人才 那么从酿酒专业 在中国的高等学校里面的发展情况来看 我们从解放以后这段历史去翻开来说的话 那么江南大学 就是原来的无锡清工学院 那么它的酿酒工程的专业的话 是1952年创建的 应该来讲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 这个酿酒人才培养的 高级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那么随着58年的话 签校到了无锡以后 其实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现在培养的话 在我们酿酒的过程里面 这个培养的话 几十年来的话 应该来讲都培养了几千名 这样的毕业生 那么也在我们中国的酿酒工业上的话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也有很多成功的人士 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酒的企业中间 那么包括的话 我们中国的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里面 像我们的酒博士 或者我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也好几百人 所以包括在职的研究生培养 所以也成为我国酿酒行业 比较综合的这样高级人才 专门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那么从现在毕业生的 整体的就业方向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的就业方向是比较多元化的 那么除了考研继续生肇以外 那么直接像我们的本科毕业以后的话 进入科研机构 酒类的一些研究的科研机构 尤其是现在很多农业的科研院所的话 进入到工业生物技术 进入到农产品转化里面的话 一些很多的院所的话 也都需要这样的一些人才 包括高等教育 以及的话我们在行业中的各个企业 它的事业和行政管理部门 以及的话研发部门 都是我们主要的就业的方向 还有包括我们许多的 像现在的是中国的FDA 包括食品安全的 包括检验的 因为酒是很大的一类产品 所以它中间必须要有这样的专门的人才 所以在这些领域的话 也是我们学生批养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国外包括一些发达国家 也都开设很多专门的酿酒师的一些专业的学校 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的加州大学 它的戴维斯分校 那么它的葡萄酒的研究 葡萄酒的专门人才的培养 以及在欧洲的话 像英国的Heroit Water大学 包括德国 还有像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等等 都进行这些酿酒人才的一些专门训练 那么国内的话 除了我们加拿大学以外 许多农业大学 包括综合性的大学的话 也都开设这样的一些专业 培养专门的人才 所以由于这个行业的不断的这种 发展以后的这种国际化 所以对国际化职业的这种资质的要求 以后也越来越高 当然每个酒种不一样 像啤酒 我们就有很多学生的话 也考虑了国际的一些酿酒大师 那他就可以在他的公司里面 在全球的话 各个地方去从事他的职业的工作 江南大学这个酿酒专业人才的培养的话 我想我们的主要特色 主要还是把酿酒的工业和我们生物技术 尤其是许多新的生物技术 我们的一些工程的进步 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这些年的话 培养了这么多学生的话 不仅是在我们国家的龙头性的一些企业里面 各个酒种的龙头性企业里面 而且在数量上的话 也是非常多 尤其我们很多的学生的话 在企业中间的这种优秀的表现 所以也被大家称为是中国酿酒工程师的摇篮 现在叫工程师的话 就低了一点了 现在还有高级工程师了 第三块内容 我把酿酒的学科的内容 和一些发展的一些趋势的话 我也简单做一个介绍 这里面可能更多的会涉及到 我们专业所学习的一些知识 我们说从基本的原理 我们简单的说 其实不管是用水果 还是用谷歌类原料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能够使它首先有糖 有了糖以后的话 就前面我们说的巴斯德证明的 把糖变成了酒精 这个过程就叫酿酒 所以它可以是通过水果 像葡萄各种各样的水果有糖 或者说是它可以什么 可以产生糖的一些古物类的原料 所以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曲 过去也叫曲涅 然后的话通过糖化以后变成糖 然后再通过糖 再从酵母发酵变成这样 所以它的基本的原理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所以它所涉及到的 我们讲的它的一些 基本的过程的话 就是一个 先是一个糖化的过程 然后变成了糖之后 再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 大家后面会学到的 那么酒精的发酵里面 它其实就是通过糖 通过ATP加磷酸 然后的话 它就变成了酒精 二氧化碳和ATP 就是这么一个 基本的一个酿造的过程 当然我们讲了酒的生产 和酒精的生产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我们做的是一个饮料 这个饮料不能光是酒精 对吧 所以它在发酵的过程里面的话 这些糖的话 会在我们微生物的作用下 它还会产生许多的风味的物质 使你喝起来 这个是啤酒 那个是葡萄酒 各种各样的酒 它有不同的风味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还有一个风味转换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提到 就是我们酒中的除了酒精以外的 这些醇类物质 酸类物质 酯类物质 汤积类 芳香类等等这些物质 都构成了我们每个酒的风味的 一个化学的基础 化学的基础 所以的话 我们讲 我们的酒的话 如果是从发酵的方式来看的话 它其实就是 我们有的称之为是个单式发酵和复式发酵 所谓的单式发酵 就直接从糖变成了这个酒的过程 那么复式发酵 就是需要什么呢 把淀粉这些原料或者这些 需要先通过糖化变成糖 再过程 所以这叫复式 复式里面又分成为 先糖化后发酵 边糖化边发酵 中国人发明的取 最伟大之处 它是采用的这种方式 是采用了边糖化边发酵 那么先糖化后发酵 这个西方啤酒就是 先糖化后发酵 对吧 那么先做的啤酒是这样 威士忌也是这样 先用这个糖化 做成的像啤酒一样 然后再去振留 所以西方的话呢 就是在肤式发酵中间 它也采用的是 先糖化后发酵 东方式边糖化边发酵 这个大家今后会在学习过程中 会体会到 为什么这两者有很多的区别 我们说这个酒的这个发酵过程 前面我已经谈到了 这个左边这一块 它的几大块的知识 它的这个化学的知识 生物学的知识 和工程学的知识 以外 其实现在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的发展 以及我们酒酿造中间一些 它的特征性的一些方法 所以的话呢 还有一些的话呢 就是说比如说讲 现在随着这个新的生物技术的发展 像微生物学的生态学的一些技术 像我们大量的组学技术 基因组学 转路组学 代谢组学 因为代谢组学 它涉及到很多代谢的产物 代谢组学 包括蛋白质组学 很多手段 也都在行业中得到了应用 在学科中间得到了体现 那么同时的话呢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方讲国际上都是液态发酵 而中国人的酒尤其像白酒 像我们的这个黄酒里的蛆 它都采用是一种固态的发酵 这种和国际上的不同的 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地方 也都有它的学科的很多具体的内涵 那么从它的主要学科的 这个学习的这些内容来说的话呢 我想我们如果是从生产的整个流程 和它涉及的这个面来讲 大概就分成这么几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关于这个原料 酿造的各种原料 第二个讲的就是微生物与煤 再有的话呢就是它的发酵的方式 和发酵的工艺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它的风味的化学 风味怎么样 对吧 风味怎么样 以及的话呢 它感官的评价 那么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些新方法 新技术 新设斐 就是关于工程学上面 和工艺学相结合的 这样的一些研究的这些内容 那么我们讲到原料 这个原料里面的话呢 不同的酒对原料的这种依赖的程度 不一样 依赖最高的是我们 是葡萄酒 这是全世界葡萄酒的一个产地的分布 由于葡萄的质量 葡萄的品种 这个决定了这个葡萄酒品质的很大一部分 所以的话呢 大家对这个原料的选择 对原料的种植的区域都有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北纬30到50度之间 全球的话呢 一些著名的葡萄酒的产区都在这里 包括我们像北美加州地区 这个黄金峡谷这一块 包括像欧洲的话呢 法国意大利这一块 以及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话呢 就是在烟台河北这一块 这是一条线 另外一条线的话呢 在这个南半球的话 在20度到10度之间的时候 包括像南美的智利阿根廷 包括像南非 以及的话呢 澳洲新西兰等等 这个的话两个主要的地区 所以这些地区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都是在水边上 在海边上啊 所以呢 经常讲酒跟这个黄金海岸 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其实也是说明了 在这样的两个纬度的跨度区间的话呢 由于他们的这个日照的情况 由于这个温差的情况 使得富裕葡萄的话呢 有很多很好的风味 这样的话呢 使它进入到这个葡萄酒中间去 所以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原料的一个重要 那么我们看看中国 中国的所有的白酒 那白酒量最大 对吧 是中国特有的这个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全国的名酒 我这里列出来是全国名酒 那么它的名酒的话呢 都是围绕着两条河 一条黄河 一条长江 基本是在这个水域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也说明的话呢 和水的这个相互之间的 这个区域之间相互的关系 所以大家看这是茅台镇 它的这个我们的一个企业 是吧 茅台酒厂 那么它就是在这样一个 卡斯特地貌的一个低谷的区域中间 形成了一个 它的这样的一个气候 并且边上的话呢 是赤水河流过的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区域中间 对于发酵来讲 尤其它的这个生态的环境 都是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除了这个原料以外 原料中间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原料以外 然后还有原料的加工 原料有各种加工的方式 我们前面提到 就是通过淀粉变成糖的过程里面 微生物要作用的时候 首先要把这个生淀粉变成熟的淀粉 我们蒸煮过 这件目的是为什么呢 为了能够使得这个 我们古物类粮食的这个结构 能够打开 能够使得和水的话呢 能够很好的混合 这样的话呢 微生物的话呢 才能够在上面产生 才能够产生煤去降解 这样的一些糖 讲的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这样一个古物固体的 怎么把它溶解掉 你要把它溶解下来 所以这个中间会发生 我们的比方讲的 这个糊化了 液化了 这些过程都会有 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 对原料的处理的方法 包括这里提到的 蓬化的处理方法 包括我们用蒸汽 去加热的方法等等吧 现在这个方法也非常的多 所以这些也都是研究的过程 那么包括这个里边的话呢 这些组织结构的变化 对后面的话呢 这个糖化的影响等等 那么第二块 我们讲的就是最主要的一块 就是关于这个 它的这个微生物 巴斯德发现了 这个酒精发酵之后 提出的这个纯种培养 所以的话呢 在西方的酒的过程里面 基本都是纯种培养 那么除了纯种培养以外 像中国的许多酒 像白酒跟黄酒 现在还没有做到完全的纯种 那么它呢是什么呢 不是一种微生物 它是多种微生物 去进行发酵 多种微生物进行发酵 所以这个里面有许多的 科学问题的话呢 值得我们研究 所以这个是我列出的 一些关于中国白酒里面 发酵的一些主要的微生物 其实还不止这些 还会有更多 那么大家也知道 对微生物学的研究里面 随着我们组学在本世纪初 这个技术的快速的发展 那么对这个基因的 对这个酿酒的微生物的 这个基因的解析 其实也很快 这里有好多数据 我这里也不去讲了 这个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说明这个领域发展很快 但是呢 在这些人类所解析的 所有的微生物中间 酿酒的微生物的解析呢 其实现在速度也是非常快 这个我记得是2006年的时候 世界上首先把这个米去煤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酒生产的这种方式 传到日本以后 这日本做的 把米去煤的话呢 全进行组解析了 所以这个里边的话呢 不仅是对这个微生物的 这个认识更加到位 把它和黄去煤 把它分开 就是在种树的分类上面 把它分开 而且的话呢 对于产生黄去煤的激励 去进行证实的话呢 也都非常的清晰 所以它这个米去煤的 这个研究的话呢 现在已经把它作为了 一个模式生物 和大肠杆菌一样 它可以的话呢 高效地表达 我们人类所需要的 各种各样的蛋白 所以这个都是在 对我们这个 这个传统的这些 酿造的微生物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酿造的 这个微生物 我们久的酿造 这么几千年 就表明它的 很好的安全性 对吧 那么这种过程中间的话呢 尤其对一些药物 对一些食用的蛋白的话呢 其实表达还是非常有用的 再有的话呢 像我们一些基因组学 对我们各种各样的酵母 包括像青岛啤酒 他们也做了 它的全基因组学 那么包括像 这个清酒里面 全基因组学 这些挖掘的话呢 都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对我们这个酵母的 发酵的生理特征 从组学和分子层面上 去解析它 同时对于围绕着 这个风味物质 如何产生 去进行的话呢 研究 所以这些研究 进展都还是非常快 这个是我们最近把这个 茅台中的酱香的 最高效的一个细菌 把它的组学也解析了 那么解析以后 发现它比一般的模式菌 要多出一百多个基因 我们现在正在对这些 多出来的基因 进行这个鉴别 就它的到底 这个产生的来源 和这个功能 到底是什么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讲了 这个微生物的发酵里面 除了现在纯种发酵里面 就是单个微生物的发酵以外 那么我们中国的酒的话呢 它是一个群裸微生物发酵 是由酵母细菌 等微生物的话呢 就是在微生物群 进行发酵 那么这个中间 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 就更多了 包括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产生的这些酶的 协同作用关系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们讲了 它跟单菌种的发酵的话呢 有许多的不同 因为微生物在群体中间 进行发酵的时候呢 它有一些群聚的效应 所以这里面又有许多问题 很值得研究的 那么再有的话呢 在我们的整个的 酿造过程里面的话呢 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讲的 和化学非常密切相关的 除了我们一些 生物学的一些技术知识以外 就是对我们酒的成分的研究 酒的成分的研究 那么这些成分的研究 就随着我们现在 仪器的这种发展 应该来讲 这个酒类行业 是掌握分析手段 这个比较高级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 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话呢 包括分析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比如白酒 白酒的话呢 我们讲53度的茅台 那么它就是53%的是酒精 剩下的是水 那么其他的话呢 中间还有什么呢 总量只有2%到3 但是它的种类 可以1000种到1500种 这么丰富的 极微量的风味物质 我们这些酒的差异 都是由于这个2%到3的 这个微量的成分组成的 那么这些成分如何认识 它到底起什么作用 我们把它从分析化学的层面 上升到风味化学的层面 即使分析化学 又是风味化学的许多研究的手段的话 都在这里面可以得到 很好的应用 再也有在我们酒里面 需要研究的很多 就是关于感官的品尝 因为食品最终是要进入到 我们人的欣赏阶段 欣赏阶段也是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去考评的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感官科学中间 还需要研究酒的外观 香气 口感评价 所以有一个专门的职业 就叫品酒师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我们把感官科学和风味化学 就是和这种物质的化学基础 和它的感官的这样的特征 把它建立起相互的对应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把葡萄酒中的一些成分 它形成的感官特征 结合起来 可以从消费者那 获到更直接的一些信息 来改进我们整个生产的工艺 所以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交叉 那么除此以外 就是我们讲的工程学 所谓的工程学 就是你要把在我们研发过程中间 在一个实验室的规模里面 小规模的东西 你要把它放大到一个大生产去做 你要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 不仅是你要生产的量要大 而且你要出去的产品 质量品质要一样 你不能今天生产的啤酒 这个味道 明天是另外一个味道就不行了 所以的话 整个大量的需要很多工程的 这样的一些知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黄酒的 整个生产的工程 所以从这个过程看的话 它已经都非常的工业化了 白酒的过程的话 由于是固态发酵 它的工程的进度的话慢一些 但是最近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从它的秩序过程 堆积过程 一直到它的蒸柳过程 也在逐步的走向这样的一个集结化 那么从酒的生产过程里面来看的话 其实为什么它的工艺 我们前面讲了 酿酒的工艺的话 都把它分开 要么就是分成酿造酒工艺 和蒸柳酒工艺的原因 就是因为各种酒 由于采用的原料不同 工艺不同 它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化学的变化 它涉及的微生物 和最后到它的组成的风味 都有许许多多的不同 这里的话 我们简单的几个例子 一个是比如讲这个是啤酒 我们的啤酒需要通过我们的原料麦芽 我们的酒花 然后这里的话 需要什么 需要它前面需要鲜糖化 然后加上辅料的话 需要胡化 最后的话 把它煮沸以后 煮沸加上酒花 那么最后的话 把它得到麦汁以后 冷却发酵成熟过滤 然后这样一整套过程的话 是这么一个啤酒酿造过程 像我们的红葡萄酒 我们的葡萄酒 葡萄收来以后 我们需要的什么 需要除根 然后把葡萄汁炸出来 然后我们通过三种发酵的方式 比如讲像我们这种旋转的发酵罐 等等三种发酵方式 然后的话 发酵完了以后 把它压榨出来 有的需要进行二次发酵 苹果酸乳酸发酵 那么需要经过储存 橡木酮储存 最后灌装 所以它这个过程的话 基本原理相同 但是所涉及到的工程 涉及到的工艺 都有很多的不同 你像我们的啤酒的话 它就是要低温的 这样的一个发酵 这是葡萄酒厂发酵的情况 像我们的黄酒 那么我们的米 糯米 对吧 那么通过蒸煮 现在都集结化蒸煮 摊凉 以后的话 进入发酵罐去进行发酵 前酵 后酵 然后压榨以后的话 它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用糖色 去澄清 统一它的颜色 然后去煎酒储存 所以这是这个过程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 又讲到固态发酵和液态发酵的不同 那么固态发酵和液态发酵 它跟液态发酵 我们了解了很 人类的知识 了解了很多之后 那么在固态上面 它体现了许许多多的 不一样的地方 它包括 它在工程放大过程中的不同 包括生物学上的不同 大家觉得固态液态 没什么不同 对吧 但其实确确实实 固态发酵的酒 和液态发酵的酒 风味上是差异很大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有许多的知识 也正在被人们所解析出来 比如我这里 再讲一个简单的知识 我们会发现 有一个糖化酵 就我们讲的 把这个淀粉变成糖的酵 它是两个不同的基因 去进行表达的 在固态情况下 和液态情况下 它调控的基因 是不是一个基因 那么最后 它产生的酵 也不是一个酵 最终的话 造成酵的特性的不同 那么它糖化的效果的 这种不同 同时的话 这里我们也讲到 固态液态 由于很多的工程上的不同 包括它的传热 传值 有许多的不一样 所以也有许多的话 需要值得我们研究的 这是中国白酒的一个 这个农香型的一个生产 那么这个 它的固态的生产的话 中国的这个 白酒的生产和世界上 其他不相同的是在哪里 像这个农香型 那么它的这个生产里面 就是每次 这个发酵完了之后 它不是把所有的 发酵完的这个 这个糟的话 丢弃 它是通过加上新的粮食 摔出去部分的糟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平衡在里面 每次的发酵来回在里面转 那么这个有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产生了很多风味物质 包括风味物质的前提 它可以反复的进行应用 比如讲我们比较著名的这种降香的 它通过前面两次发酵 一共九次发酵 两次发酵的话 把原料加完 后面它就不再加新的原料 然后在里面的话 反复的进行发酵 这个过程的话 也是应该来讲 现在的话 还是带有一些经验性 但是还是很有智慧的什么一些过程 那么包括我们的曲的生产 这个曲的生产的话 包括我们的大曲 曲的生产是个生料 它就是把比方讲我们的小麦 或者是我们的大麦小麦豌豆混合以后 然后把它加工起来 通过制成一块一块的 有大有小 所以叫大曲小曲 然后再去通过生料的发酵以后 最后储藏以后 产生了我们的糖化发酵剂 除了这个鞋以外的话 酒还需要研究一些什么呢 就变成了酒以后 它的储存和勾兑 那么所谓的储存的话 就是新出来的酒 它总是 一个是不稳定 第二个的话 有些酒还会有辛辣的口感 所以需要经过储存之后 经过的话 一些物理化学的变化 能够使得口感的话 它会更加的完美 那么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酒体要得到稳定 那么包括它的口感要 所以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 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标准里面 会对不同的酒 它需要有不同的储存期的 这个就是在生产前 它需要有储存的 我们储存时间最长的就是酱香酒 要三年时间 对吧 那么包括葡萄酒 那么也是这样 包括其他的 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储存 除了像啤酒 它要求一些新鲜度以外 那么其他酒都有个储存 都有个储存的过程 同时的话 除了储存以外 那么它还需要有个 大家看到 国外都是用橡木桶储存 中国都是用陶坛储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陶坛储存的这些过程 当然现代的 都是用不锈钢在储存 这个两者之间 还是有些 有很多技术上的不同 最后的话 就需要酒的话 进行一个勾兑 所谓的勾兑 由于酒是批次性的生产 不管你多大规模 你啤酒200吨的罐 对吧 你这个白酒的话 意思就是几百公斤 但是它也需要什么呢 需要最后在出去的时候 要有一个稳定的质量的品质 所以这个时候 它需要把不同批次的酒的话 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降向性酒的一个组合的方式 它的组合方式 应该来讲 在所有的酒里面 是组合的方式是最复杂的 所以这个降向性的酒 要想仿冒 它一样的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 在这个勾兑的过程里面 由于这样的工作量非常大 所以现在的话 也把计算机引入到这个勾兑的系统里面 那么计算机引入到勾兑系统里面 它就需要对这些风味物质的话 有很好的认识 然后的话来进行相关的组合 所以这些过去完全依赖经验的 或者是他们说是带有一种艺术性的过程 现在都在被我们现在发展过程中间 新的技术 新的手段的话 不断地被取代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讲这个酿酒工程 酿酒的专业的话 应该来讲 它今后的方向 就是这么三个方向 一个是围绕着品质 酒的品质 当然这个品质在不断地变化的 对吧 因为根据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消费者 不同的年龄结构 品质中间就应该包括安全 因为现在大家对安全更加关注 所以把安全的话 把它分出来了 所以我们讲 从风味的调控 产品的品质和安全 对我们的微生物 以及生产的整个的激励 进行认识 采用现在的技术手段 对这个量造过程的认识和实现 生产更高品质的产品 更安全的产品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第二个的话 生产的过程中间 我们需要什么呢 把这些消耗降低 需要提高它的效率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讲的 包括的话 集成现在许多的新的技术 大家到这些久的企业去可以看到 包括现在物联网的技术 我们的一些电子技术 这些技术的话 包括一些机械加工的一些技术 在这个企业中间 都是实现的程度 都还是非常高的 第三块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尤其是像中国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酒类 这个里面 它的这种传统发酵的 许多的好的一些机理 对微生物的一些开发利用 我觉得这块的话 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通过这些工作的话 可以把它和新的一些产业 结合起来 可以把它进一步的延展出 新的具有附加值的 这样的一些产品 这个其实例子也还是很多的 就是我们的酿造过程 群体微生物的发酵过程里面 它也是很好的一个 微生物的资源 尤其像我们中国的这些酒 如果是能把它做清楚了 很多的道理以后的话 很多可以产生出新的 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 这样的一些工业生物技术的 一些产品 也使得我们在国家的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的话 我们的制造业的话 能够真正的走向 我们中国的创造 illovo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